三大指数冲高回落 反弹行情能否延续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发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在昨天复盘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 大盘恐慌性杀电之后 将会迎来修复性反弹 果不其然 今天A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 随后出现了冲高回落 从目前涨跌幅来看 上证指数上涨0.13% 创业板上涨2.57% 很明显市场的行情 目前主要集中在创业板上 这个我们在昨天的直播当中 也是给大家分享到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长的板块 主要是医疗服务 电力行业 医疗器械 主要集中在医药和电力方向 领跌的板块 主要是煤炭和前面的避险防御板块 像黄金石油天然气和国防军工 今天都有所回调 好我们再看成交量 截止到下午2点11分 两次的成交量超过了8600亿 这个成交量相比于昨天是有所数量 不过总体仍然保持活跃 我们预计今天两次的总成交量 会在1万亿之上 当然不会超过太多 值得关注的是 今天北向之金是一个大幅进买入 户股通进买入38.7亿 申股通进买入36.7亿 这表明北向之金在大幅的抄底 好那么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 我们又该如何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制线图 在前面 法国就一直在给大家强调 上证指数目前是一个低位震荡反弹的走势 在拉伸完第一波之后 进入到区间震荡 这是为后面的突破行情虚例 在昨天指数最低是回踩到了区间下沿支撑 然后展开了反弹 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在下降趋势线的位置 遭到了压力 所以接下来我们仍然以区间震荡的行情来看待后市 大家记住 在回踩到区间下沿附近可以进行抄底 在拉伸到上方下降趋势线 或者是箱体上沿高点的时候逢高减仓 好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的走势 创业板在近期完成了一个双底构筑 考虑到目前是处于一个超跌低位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持续看反弹 并且我们知道在近期对创业板指数贡献较大的 医药半导体和新能源都是有反弹的走势 所以这将推动创业板的上涨 好指数分析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九个板块走势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分石图 新冠检测今天震荡拉高 辅助升值震荡走强 半导体有一点冲高回落 风能板块是一个震荡上涨 东树西算同样也是个震荡上涨 工程建设有所冲高回落 天然气澡盘大幅低开随后有所拉升 油气社斧也是一个澡盘低开随后有所拉回 军工板块今天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走势 那么目前这些板块我们该如何看待 接下来又该如何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日线图 首先我们看新冠检测板块 在近期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新冠检测板块出现了震荡走强 但这里我们主要是看着新冠检测板块 其实还有新冠治疗板块 是近期最强势的一个走势 我们知道现在正是属于联报的一个披露期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在逐步进入联报披露期 而半导体板块做一个有业绩预争的方向 在近期受到了资金的关注 再结合目前是一个超跌低位 以及半导体原料机体 以奶气供应链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半导体板块大概率会持续走强 目前在五字均线附近是我们的低吸机会 当然以上三个板块也是属于短期的热点 是短线关注的方向 好我们再看中间三个板块 风能东树西算工程建设 这是市场的三条主线 风能板块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下的一个方向 也是新能源板块当中的一个低估值方向 在近期开始持续的震荡走强 在前面发个就提示大家 风能板块构筑了一个双底 目前在颈线位震荡上涨 这个方向需要持续关注 好我们再看一下东树西算 东树西算是作为数字基建的一部分 在前面是一个强势上涨 近期是属于一个高位区间整理 但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主要是等待回调的一个低吸机会 短期来讲的话 这种区间整档大概率还会延续 但是后面大概率还会有下一步行情 好我们再看工程建设 工程建设板块作为基建的一个分支 是属于传统基建工程稳增长的一个方向 在一季度会反复活跃 目前走势当中经过一波拉伸之后 进行了一个回调整理 我们主要考虑20均线附近能否出现起稳 如果起稳 那么是我们的低吸机会 但短时间来讲的话 适当控制一下仓位 好我们再看第三档 就是天然气油气社服军工 当然还有贵金属以及粮食 这些板块主要是属于避险防御板块 我们看到天然气油气社服以及军工 在近期市场恐慌杀费的时候 反而在逆势走强 但目前随着这种恐慌情绪的消退 这些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 不过短期来讲的话 仍然有部分板块存在上的逻辑 其中天然气和石油就是一方面 军工和贵金属 主要还是看一个消息的刺激 但这些板块在拉高之后 我们要降低一下关注 但是也不能不关注 总体来讲把仓位控制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高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